嗨 我是海妈 给大家显摆一下 这一框是原生玉京香 这是我们自己收的球 像不像秋天现在的唐朝版例 进口的第一年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栽种了一年之后 有一个球裂变成了四个球 而且四个球都有花芽 越长越多 我在花园里面也就种了几万粒玉京香 但突然走到那个原生玉京香的面前 它那种轻盈的感觉 翘跃的感觉 就每一个花瓣颜色不一样 它和普通玉京香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有年年的复化性 所有的玉京香到我们手上 我们秋天栽种 明年春天开完花 就挖出来直接堆肥了 就不要了 因为它又便宜又好看嘛 所以年年都要换新的 但原生玉京香 它年年都可以长载球 长得越来越多 听听看怎么样去栽培 它这个地方根盘必须要剥开 露出来这个位置 把屁股露出来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发育根的位置 如果不扣 如果它要用自己的根的力量 把这个顶开 这个皮好厚啊 这个皮比我的脸皮还厚 还不太好厚 我再两盆 再一盆进口球 再一盆复花球 我来比较一下 我会选择到两个旧花盆 用一个通用型的配方球 它埋下去的深度的话 大概是要两个指节 那么少 17厘米的花盆的话 重五粒刚刚好 现在是10月份开始栽培 允许它发芽 要发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要让它用漫长的时间 先在底下根长出来 把底下包起来 然后再慢慢地发芽 发芽以后 就可以开始用 美乐科的种球形的肥料 就放在这个位置 浇水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要尝试 栽培玉金香 适合新手的颜真玉金香 它的名字就叫颜元 搜球的时候怎么搜呢 大约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进去搜球 直接断水 不要让它淋雨 搜好了之后就这样子 放花生一样的 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凉广地区的话 用豹子裹起来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进行冷藏 到现在这个季节 10月 11月 12月 开始进行栽培就好了 左条角小黄车看看吧 关注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